你 你怎么找到福利院来了 你就是获知吧 之前在江家 跟我顶嘴的人就是你吧 我料那个情愫 借他两个胆子 他也不敢 现在我明白了 我知道陈领生 都跟你说了 你想怎么样你就说吧 不会有一点 请你相信我 我跟陈领生 已经彻底分手 而且我不会再纠缠他 我找他 也是为了有个了断 你找他是想有个了断 还是为了要帮我哥对付 这个我心里很有数 江伯儿 这事你误会了 你哥 你哥根本就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跟我哥 关系这么好了 我哥不让我找你的麻烦 这边你又这么维护他 真可惜啊 如果我哥三年前 遇到的是你 而不是情愫的话 我想你们俩在一起 会更有默契吧 这话什么意思 你真的不明白吗 三年前在高架桥上 那场车祸 你应该记得吧 而且你背后的那个疤 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 我没说错吧 你怎么知道 我不光知道这个 我还知道你的那个疤 是为了救一个人而留下的 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 因为你救的那个人 就是我哥江村 自从三年前那场车祸过后 我哥就一直在找你 可是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过多久 他就看到了围在我身边 一直转的秦英素 他误以为是你了 就准备要取秦英素 不管我爸怎么反对 他都很坚定 可是我哥不知道 他取错了人 怎么不是这样 江村文跟我说过 我姐也没跟我说过呀 秦英素当然不会告诉你了 不仅如此 他为了能让你 心甘情愿地留在江家 帮他打眼的图 他还害得你丢掉了工作 那个孩子就是他带走 而且他还买通了 幼儿园的宝洁阿姨 这钱你拿着 以后不要在这个城市出现了 更不要跟幼儿园的人联系 知道吗 好 不可能 那个时候我跟他 还没有相认呢 可是秦英素嫂就找到了你 你以为你跟陈磊生 分手跟他没有关系吗 陈磊生的妈妈 为什么一口咬定 是你劈的腿 谁让我儿子 天天喜欢你呢 可是你现在脚踏两只船 给我儿子戴内帽子呢 难道你真的觉得 他是无中生有吗 你以为秦英素在认识你之后 才开始利用你的吗 其实他自从知道 有你这个人开始 就已经开始计划了一切 他跟你相认 根本就不是 因为什么姐妹之心 完全就是为了 保住他的江家 江太太的地位 你别说了 我不相信 我一个死都不相信 获知 你以为你骗了所有人 其实最蠢的人就是你 怎么样 被自己亲姐姐骗了都不知道 我本来以为 我看到你会很愤怒 没想到我现在看到你 只有可怜 被最亲的人骗 是什么滋味啊 啊 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 信不信有你 不过有一点 我希望是真的 就是你跟陈领生之间 真的没有任何的瓜葛 不然我不会善罢甘休 快一会善罢甘休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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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先生 你别睡了 江村 三年前那个人就是江村 可他满脸是血 江村 接着你闲下来 不叫你认出来 小芹 今天 就算我们姐妹重生的月子 你要记住 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告诉我 你有姐姐了 我们姐妹两个人 相互复持 快啊 你来擦一擦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跟你打电话也打不通 你知不知道 都快担心死我了 霍芷 霍芷 你怎么能想不开呢 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你 你不会那么好想姐姐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为什么 姐姐为什么会这么对我 霍儿 我们谈谈吧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你不就是想跟我谈霍芝吗 你不就是怕我找她麻烦吗 我告诉你已经晚了吧 什么晚了 怎么了 你担心了 赵芬 你可别忘了 秦英素才是你老婆 霍芝不是 你到底对霍芝做什么了 也没什么呀 我就是把你一直想隐瞒的事情 都告诉她了 三年前的车祸 你为什么会举秦英素回家 秦英素对她做过 那些卑鄙的手段 我全说了 你们不想让我好过 那就谁都别想好过 你 博尔说得对 我以为自己骗了所有人 其实我才是最蠢的那个 放手 你怎么来了 早知道了 往後都告訴我了 該知道的我都知道了 不該知道的 也知道了 你要知道我沒有告訴你 是為了怕你受傷害 我怕你知道了以後難受 小村 我接受你的提議 什麼提議 我給你自用 一切事情因為我而接 也要因為我而接受 我在青苡宿身上 受到我的打擊太大了 就不差這一個了 我真的現在非常驚醒 沒什麼事呢 對不起 時間不早了 你早點會休息 你看 我自己裡面 你就叫我 去死 你吃飯了 我吃飯了 你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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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媽給你切塊西果汁 把 清英雙 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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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孩子 怎麼說走就走了呢 這孩子怎麼說走就走了呢 來